6月地球阳气升到了极点,天气开始燥热,中医认为,数亿伤气,数亿入心,所以入下后人体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。 最近很多大人小孩都中招的,热伤风感冒就是如此,素文写道,夏三月次夏季之鹰,养肠之道也,夏天是养生的好季节,正所谓冬病夏至,夏季调养做到位了,一年四季都少生病,甚至一些老病,旧病也能养好。 为此,医生及养生专家,总结了四字宝典,鼠,热,湿,气,医,鼠,怎样消暑夏天伤于鼠气,则汗多口干,体弱反叹,讲病相的话,就是口渴,食语不振,头痛,头昏,疲乏,虚弱,甚至恶心,呕吐或心悸等。 消暑在于未暑先防,平时可煮些绿豆,一语人,吃小豆的汤水或粥来喝,结暑还需要十度防晒,避免出入温差太大的环境,并要适当补充水分。 二,热,怎样护心中医认为,夏季熟火,火热心体,容易让人口舌生疮,心烦气脏,因此夏天养生应注重清火热,养心神,淮山,荷叶,莲子,百合等都是不错的清热食材,可跟瘦肉,排骨一起蒸,顿食用,大灵学,劳工学,内观学是三大养心学位,常常安柔可以使我们安神宁心,清热泄火。 三,湿,怎样趋湿下即是梅雨季节,湿度大,很容易湿邪亲体,形成外湿,加上洗湿油腻,思虑过度等造成的内湿,停留在体内成为百病,支援。 中医认为,湿气不除,后患无穷,除了外部环境,疲惫的韵化功能是趋湿的根本利器,优异人,莲子,山药,芙苓组成的四神汤,是中医著名的健脾趋湿师方。 在配合运动,健康的生活方式内外共同趋湿。 四,气,怎样氧气下即人体阳气外浮,凑理疏松。 故事度流汗有利于宣泻阳气,如果一直吹空调,饮食寒凉不节,就会造成阳气损伤,出现寒气入内,湿气拥塞不能排出体外,引起腹泻,消化不良,抵抗力下降,意患感冒等一系列症状。 许邪贼疯,必知有时,尤其男同志过了32岁,女同志过了28岁,更会感受到空调透骨的凉气,因此夏天要顺应自然规律,适当排汗,同时也可以用点西洋参,陈皮这样的药物补助。